大家好,欢迎各位朋友收看由麦子学院推出的简易版QQ项目实战课程 经过上一节课的学习呢,我们已经把这个简易版的QQ的Sflash界面给它做出来了,对吧 好,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上一节课的内容 上一节课我们做了什么内容 就是当我们点击这个麦QQ的时候,是吧 它进入到我们的主界面了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主界面以后呢 它过个两秒钟以后会自动的跳转到一个可以滑动的ViewPager的页面,是吧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大家注意观察,就这里 两秒钟以后呢,会进入到这个新的一个界面 这个可以滑动的ViewPager页面,是吧 然后我们今天要实现一个什么功能 我们今天要实现,当我们点击这个Button按钮的以后呢 它进行一个动画的效果 然后这个动画效果是怎么样的 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看到了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动画效果 好,我们先来看一张四维导图,来帮大家理一理思路 然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像这个东西我们应该怎么实现它 好,我们看一下四维导图啊 当我们要实现一个动画的效果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去关心安卓 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有点类似于我们的一个小时候大家所看的连环画了,就是它有非常多的图片,每一张图片组合 然后让它在我们指定的时间上面显示出来以后,就有点类似于小时候看的连环画一样 也有点类似于大家手机上面,就QQ和微信上面接收到的什么呢? 接收到的那种动态图片,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实现了 然后我们今天我们要用到哪几个类呢? 我们今天我们主要用到这个弹入弹出缩放还有移动效果 这个alpha scale translator,对吧 我们有一个类似于一个门一样的效果,是吧 我们有一个什么效果,有一个类似于门一样 它中间的这个字是渐渐放大的,放大以后,然后会渐渐的变得颜色很淡,很模糊,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呢,一张图片,然后一个向左移动,一个向右移动,对吧 它有这个效果,所以我们就要用到这三个类来实现 好,当我们知道用什么类来实现以后呢 我们从昨天的代码来看,好吧 我们是怎么样的 我们是在这个viewpager最后一个页面 当我们点击这个viewpager最后一个页的这个button按钮以后 然后它再进行一个动画的效果,对吧 所以我们先从viewpageractivity的button按钮来看 这个viewpager的button按钮呢在这里 然后我们点击是不是要去看它的unclick的点击事件啊 然后我这个点击事件在这里 好,我给大家备注了一下 我们点击事件的效果就在这里 我是怎么操作的呢 我是用一个event的让它启动了另外一个activity 我的所有的动画效果都是在这个activity里面完成的 好,我们是不是要现在着重的关心一下这个activity是怎么写出来的 对吧 我们来到这个activity以后呢 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以前的学习习惯 我们先看布局文件 然后再看它的具体逻辑应该怎么实现好吧 好,我们带着大家看一下布局文件啊 这个布局文件呢就特别简单 就是两张viewpager 然后和一个textview 大家注意观察 大家是不是看到这个地方明明是一个就像背景图片 你说它是背景图片也好 说它是imageview也好 对吧 但是大家都看上去像是一张是吗 其实不是的 其实是我这一边 我这边我其实写了两张图片 因为我们这个页面啊 我们这个页面 这个是我们的手机 然后手机里面的页面对吧 它一个是向左移动 一个是一个这样 一个是这样的 向左移动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向右移动对吧 所以我这边呢 其实是设置的两张页面 如果大家不信呢 我给大家注视一下 大家就看得更加清楚了 我们先注视掉这个界面 好 然后大家再来看一下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这个是两张imageview的图片的 好 然后我给它恢复一下 这两张图片 然后设置应该非常简单 对吧 我这里就不带着大家 不带着大家写这个东西了 就希望大家自己下来以后呢 然后把这个这两个界面 给它设置出来 设置出来以后 然后加个textview 实现这个界面的动画效果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呢 我们要着重的看一下 看一下什么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动画的activity 它是怎么实现的 对吧 首先基本思路 对吧 用findviewbyid得到这三个空间 一个表示左边的图片 一个表示右边的图片 然后一个表示 一个表示这个QQ 是一个生活方式 对吧 一个文本 好 得到findviewbyid得到以后呢 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写动画的一个思路 我写动画的思路 我已经在最后面给大家背注了一下 创建一个animation set 然后根据 需要创建的animation的对象 就是这个animation对象呢 就是我们这个 单入单出 缩放旋转移动 我们这边要哪几个 我们这边要这三个 对吧 要一个alpha scale translator 对吧 我们要这几个 好 所以我们这边要创对象 创建对象以后 然后设置相应的数据 然后把这个animation的对象 给它添加到这个集合里面去 然后再开始执行 对吧 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思路 我们就可以写出来了 然后我们首先来看代码 是不是先要创建一个animation set的集合 创建完成以后 然后创建这个对象啊 我创 我首先我们这个动画是怎么样的 我们是不是这里有一个文字 它会不停的放大 对吧 不停的放大 然后还有 会 还有就是我们会实现一个颜色 渐渐的变浅 就是它淡入淡出 是吧 它会颜色渐渐变淡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个动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移动的效果 我们就是实现这几个动画 是吧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怎么写 我们首先先写一个移动效果 我们把translator animation给它溜出来 溜出来以后 我这边是执行的八 那个六个参数的构造方法 然后这个构造方法的参数呢 我这里给大家备注了一下 第一个是确定类型 到底是相对于屏幕 还是相对于自身 还是相对于副容器 我这边设置的呢 是相对于自身的 然后第二个参数是什么 第二个参数是x row的参数 其实x轴起始位置 就是动画的x轴起始位置 是0f对吧 然后就是x的 x的类型 x轴的类型 也是相对于自身的 然后它的结束位置 就是-1f 下来是不是y的 y轴的 y轴的肯定就是不变的 对吧 起始位置和结束位置 都是不会改变的 因为我们这个移动效果 我们这个移动效果 只是它向左向右移动 一个开门的效果 对吧 它y轴并不用发生改变 只是x轴发生改变而已 然后我们有了 translator animation以后呢 我们是不是要给动画 设置一个持续的时间 这个动画大概要 用多少秒来展示出来 我这里设置的是两秒 然后大家注意观察 大家注意观察 我们一开始是怎么样的 我们一开始 是不是先执行这个 先执行这个 先执行哪一个 先执行这个字体 放大 然后渐变 然后再执行的什么 再执行的 类似于一个开门的效果 对吧 它是先执行这个变大 然后颜色渐渐变淺 所以我们这个开始的动画效果 我们这个门的开始的动画效果呢 移动的开始动画效果 我给它设置了一个800毫秒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要添加动画 把这个translator animation 给它添加到我们的set 那个animation set里面去 动画集合里面去 添加完成以后 我们是不是还要设置一个属性 什么属性 就是我们这个动画呀 如果我们不设置 这个停留在最后的这个属性 它会是一个什么效果 它会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动画是这样的 对吧 如果说我不设置到 它停留到最后了 它最后 它最后以后呢 还是会实现 还是会给我们展示这个效果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设置到 停留到最后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把这个动画效果 给它启动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向左 向左的一个动画 我们设置完向左了以后 我们是不是就直接可以设置向右的 我们只需要改变什么 我们只需要改变这个X的坐标 对吧 其实坐标还是不变的 它的结束坐标 是不是就发生改变了 加那个正的EF 是吧 好 然后这个设置完成以后呢 我们是不是要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字体 这个QQ是一个生活方式 我们应该怎么设置 我们是不是 它一开始先是一个放大 然后渐变的效果 我们要这两个动画效果 对吧 所以我们要用到哪两个 scale animation和alpha animation 我们要用到这两个 对吧 这里呢 这里的参数呢 我也给大家备注了一下 如果大家不是很了解的呢 就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参数 如果完全不太明白 这个动画效果怎么做呢 我就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麦子的第三季 有专门友谊节课 是讲解动画效果的 我希望大家能够把基础学好 好吧 然后这里也讲了 x坐标的起始位置 结束位置 然后y的起始 y的结束 然后还有就是类型 对吧 我这里都带大家简单看一下 相对于自身 一开始是多大 就是像 就是和我本身的大小一样 然后它放大三倍 是吧 这个是x的 这个是y的 然后呢 它的动画效果 是相对于自身的 对吧 好 然后我们看完了一个放大的动画效果以后呢 这里是不是写的是什么 这里写的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放大的效果是持续一秒钟的 对吧 然后这个呢 是什么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渐变的 它从最开始的原来的颜色 然后渐变成透明颜色 0.000F 对吧 然后这个动画效果是持续多少 持续1.5秒 对吧 把这两个动画效果弄完以后呢 然后我们再添加到我们的动画集合 Animation Set Animation Animator里面去 对吧 添加完成以后 还是要执行什么 执行停留 停留在最后的动画效果 然后再给它启动起来 然后我们的这个动画效果就做好了 当我们动画效果做好以后 我们是不是动画效果完成以后 大家注意观察 大家注意观察 当我们动画效果完成以后呢 是不是它自己又跳转到另外一个界面了 对吧 又跳转到一个新的一个选项卡的界面 这个选项卡的界面呢 在下一次的课程录制的时候 我就会带着大家怎么写出来 因为因为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可以用frame layout来写出来 但是我不是用frame layout来写的 我是用tablehost来写的 这个tablehost呢 在我们的那个视频里面没有讲解到 所以我这里带着大家简单的写一下这个tablehost 应该怎么操作的 但是这个实现逻辑啊 就是我们执行完一个动画以后 然后他会自己去跳转 是不是和我们第一次所讲的课程很相似啊 两秒钟自己跳转到另外一个新界面 对吧 也是用handler来实现的 如果这个东西大家不知道怎么实现的话 大家就回去看一下我第二个视频是怎么做的 就从第一个activity 然后过个两秒钟跳转到另外一个activity里面去的 这个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跳转的是tableactivity 对吧 跳转到我们的tablehost这个界面的 好 大家今天这个效果做完以后呢 我们下一次课程我就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这个选项卡的界面是怎么做出来的 等我们做完选项卡以后 我们再针对每一个界面把效果做出来 做出来以后我们再来说怎么样从网络获取数据 然后再把网络上面获取的数据给它解析 给它设置到我们的主界面上面去 设置完成以后 然后我们再来做什么 再来做这个测滑的效果 等我们把测滑的效果做完以后呢 我们再来做 这个怎么和怎么实现一个及时通信 怎么发消息 然后怎么接收消息 然后我们的这个简易版的QQ就算完成了 好 谢谢大家